现在为各位介绍超高频RFID阅读器的选行 信息是通过阅读器将携带有信号射频电波发送给标签 然后阅读器接收标签返回的携带有信息的射频电波来检测和识别带有标签的物体 然后将接收到的数据通过阅读器与电脑通信 再通过网络传输到后台主机达到对所监测的物体实时监控 我们来了解一下阅读器工作的流程 首先阅读器发射射频信号给标签 然后标签感应到阅读器的询问命令后 发送存储标签的物品信息 接着阅读器就收到信息 通过处理器将解条信号发送给主机 主机再通过网络传输到后台终端 选择合适的UHF RFID阅读器 对于实际应用至关重要 因为RFID阅读器是整个系统的大脑 为挑选合适的RFID阅读器 以下三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 应用的区域 天线的端口 通讯的方式 UHF RFID应用的区域决定工作的频段 如果阅读器的传输带宽设置为902到928兆赫兹 而当地的标准是865到868兆赫兹 那么应用就无法使用 且违反当地的规定 天线数量的端口 UHF RFID识读区域的点位数量 会根据应用的不同而变化 而数量的变化取决于RFID天线部署的数量 天线的数量是阅读器选行中必须考虑的 阅读器常用的有二端口 四端口或八端口 一些应用中阅读器需要通过多路附用器来扩展天线的数量 多达32个端口 阅读器通讯的方式 如果在一些应用当中 阅读器不需要通过网络通讯 那么它们与计算机主机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直连 RS232电缆 以太网线 USB线缆 RFID阅读器电路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模拟收发部分 基带部分 微控制器部分 模拟收发器主要功能是对数字信号进行魔术转换 上变频 功率放大 和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对接收信号功率放大 下变频 魔术转换 基带部分主要功能是 对数字部分实现编码及解码 并与MCU相连 MCU主要是对系统的控制 还有就是对主机的通信 在超高频RFID阅读器前端电路的设计芯片中 市面上主要有三家公司提供 奥地利微电子 只集成了模拟收发 只集成了模拟收发 基带和寄存器等 INP-INJ的R2000 是专门为900MHz开发的一款RFID收发机芯片 它集成了功放 锁向环 ADC DAC VCO 地址寄存器 GPIO 等功能模块 能够完成从标签处接收信号 到实现处理器之间的串口通信 FIDchips公司的PR-9000 是一款专注于 ISO-18000-6C Gen2 协议的900MHz芯片 它集成了模拟收发电路 电源管理模块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时钟模块 Flash S-RAM Common Go 各种与主机通信串口和中断系统 可以说是超高频RFID阅读器设计领域 集成度最高的一款芯片